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昨天就跟大陸網友聊天 大家講開有沒有收藏什麼硬幣之類的事 怎知聊聊下,他發了兩張圖片給我 我自己看完就覺得真是好搞笑 原來這兩張圖片不只是講硬幣的 講緊就是大陸你聽過弱炮的 弱炮竟然有新手法 就是用這些硬幣收藏的東西 去告訴別人自己是要弱炮 我一齊看看講什麼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先啦 第一張圖片就講緊810元一個一角硬幣 他說一枚一九九一年的一角硬幣 財質就屢尾合金 品相就好像圖那樣 他說售出不退 他說有興趣跟他私了 如果看到這裏可能大家都覺得 這個這樣的一角硬幣 是不是一九九一年 這一個年份是特年份值得收藏 所以才買到八百一十元那麼貴呢? 但原來不是的 我們看完第二張圖 第二張圖他講緊 原來在淘寶 或者是這個閒宇 就見到好多人賣這個 一元硬幣或者一毫子硬幣 而且好貴 都是幾百元 他說開始 以為這些硬幣是特殊年份 有收藏價值 他說後來那些搞硬幣收藏的朋友 就講這些不是用來收藏的 是叫做一個有償約炮 他說硬幣的年份代表年齡 有展示菊花那些人就是零號來的 展示一就是一了 他問回他轉頭說 你有沒有發覺一是普遍特別貴 而且傾的人特別多 所以這一個這樣的硬幣 他就算是正反面 都有他的意思 就像剛才那張圖那樣 他就是一了 那一他還可以收回八百一十元 現在大陸的約炮手法 都真是層出不窮 如果他所講的零同一的話 應該就是同性方面的約炮來的了 看完都真是眼界大開 是完全猜不到 那些人的想像力是豐富到那樣的 是可以用這個硬幣 放上去這些平台那裏 只要他們自己圍內的人知道 就可以變成一個約炮平台 好啦那今集的趣聞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